好 我们继续开会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李乔鲁议员 时间20分钟 好 谢谢主席 今天所列席议会的 设政小组的所有的全体团队 也许在电视机旁的各位我们这里的 媒体休假先生和我们的雇佣市民 大家和早 今天我们这个社情部门 其实在我学部屋 我都会听到我们的八岁 卡到来问 咨询说 你们社情部门到底是什么 给做社情部门 我会跟大家简单说 因为现在可能是我们的市民 在电视机在看 有这一项 所以我也大家要把我们的市民报告 我们的社情部门 是有竊家 委员会就是 竊家族群 这算九首 少数族群 再来我们的团主民 委员会 这也是很久守 这就是 山地好朋友 甚至我们主席 他就是 架港团主民 也算很久守 在我们的 高雄市里面算九首的族群 另外 我们的平野共 他是在主管什么 就在主管 主管君臨 君臨来对高雄市来说 也是 九首就对了 算九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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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的族群 再来 六甲 六甲就是在观 我们的 高雄市的六甲 朋友 他的管理 人很多 不过很散 但是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的社会局 社会局在说什么 做菩萨的 在教我们的高雄市民 就职 招职 困难的 我们有这个基因 要来教育 这就是社会局的业务 所以这样终关之后 我发现 设政部门 所有的局处 真的都是 弱势的对象 是弱势团体 但是高雄市民 你放心 我们社会社会委员 没得到 我们的议员 是很强势 所以我们的 好好 社会部门 跟高雄市民 照顾 很好 照顾 所有 在我们高雄市 各六的 各个弱势的 这个 团体 不过在这里 我要跟各位所有的 设政部门的团队 要求一件事情 我们的兵役局 兵役局 你看看 都是国军 我们军林 我们行政 我们来 帝国 如果是这些军令 如果有困难 也是找我们 兵役局 但是呢 大家都认为说 有的是这样讲 我们现在目前 大概是太平无战事 太平无战事 没感觉国军的重要 因为国军没出现 所以没有到前线去 那么 但是呢 当天在地面的时候 大家都感觉国军都没什么重要 这次国军 在社会议论 我们也像打到百岁 设计团队 但是他没说 我支持军人 我告诉大家 我曾经在十八岁的时候 考过政治作战学校 我告诉大家 如果当年的执政的政府 录用我 政治录取 我成为政治作战的那个 委员的那个 那个成员之一的话 我看不到 为什么我看不到 我那个年代 坦白讲不公平 不合理 不正义的 因为我爸爸是农夫 我爸爸是农夫 在家里 你就知道 超帝人吃饭肉就在买 我不行说那个董 我买那个董 吃饭就买那个董 那时候要有什么 身家调查 所以那个时候 真的不民主的 就是因为身家调查 我没过 所以我苦没对 所以我今天 不是政治作战的军人 很可惜 如果那个时候录取我 今天的国君不会被人家 欺负到这个样子 你现在就是将军了 谢谢主席 谢谢 如果你当总统 我就当将军 好吗 好 但是 但是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 兵役局 他其实是很重要的角色 每次大家天灾地面 什么人都没收到 就收到军人 要来救灾 但是呢 我觉得对局长非常抱歉 那因为这是一个政府的决定政策 那一个局做到处处 那么辛苦的为高雄市民的军人服务 反而被弱化了 所以我说我们这一组设政的团队都是弱势族群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兵役局长 反而被降掉了 你知道吗 但你最辛苦的 是成为兵役处 明年 对不对 所以在此 请所有在场各位市政府的团队 还有在旁边的 给我们兵役局 热情的鼓励掌声 谢谢他 哇 你们辛苦了 好不好 好 局长也要站起来 不要不好意思 我们再鼓掌一次让他鞠躬一下 但是他是 对啊 对啊 这样吗 好 这样很正式 刚是练习现在才是正式 不是不是 他现在是局长为处 所以在这里 我也对全高雄市的国军的 这个同胞们 谢谢 虽然我们兵役局 被编制为处 但是我们永远在 军人这一块 我们是不会缺席 我们还会更加急 更加紧的 来为我们的军人服务的更好一点 在这点请高雄市的国军你们 能放心 然后我今天呢 大概要谈到的是 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长照 大家很关心 那乔路的服务处呢 也一阵子也常常接收到 需要长照的这样的照顾的一个业务 那大家都很关心说 长照之后会怎样 包括我也会担心 长照中央要给我们补助款一年 到时会不会是中央开支票 地方来买单就麻烦了 因为长期以来 中央政府最会这样子 开了支票 就由我们地方政府来买单 大家都做个业务 那我们希望 长照这一块能够做得很好 因为未来 我们未来的社会的形态 跟现在的人口的这个年龄的分布 长照的现象 需求会越来越大 不过在这一点之前呢 我倒是要跟我们的社会局姚局长 来探讨这个长照的这个问题 当然第一点 预算我们希望永续 今天当然这个政策定出来的时候 不可以走一半 不能走一半 你要不你就不要宣布 有这样的政策 你宣布了就要这个预算永续 但是我的讯息是说 中央要给我们一年是百分之百 没有问题 那未来我不知道地方政府是不是 要跟中央这个预算的 中央补助的永续的 这个要求的能力 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个任务 待会姚局长 你在一起的答复 那第二个 我的这个对长照这个需求成长的现象 我一直在担心 那我们服务处在这个服务的当中呢 这个大概接触到的成绩案件 是居家服务的量比较大 居家服务啦 当然有一般的是 就到一般民间的安养啦 或者其他的民间的机构 但是很多现在会 不想把家庭的成员 送到安养机构 希望能够在家里 还可以就近照顾 只是因为家庭的成员 他的体力 他的时间 没有办法满足照顾他家庭成员 有面临到这个身体的病 这个生病的这个状态 需要照顾 不过呢 有发现 我们的这个 长照的这个需求成长 可是我们的人力的居家服务的这个量呢 还没有办法满足 那我认为这个现象是因为 我们这个中央的政策 是刚定下来的示范期 那可能在长期上 这样的人员呢 是需要训练的 他不是说 我今天乘来 你明天就会费了 这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能力啦 那我就这一点 待会姚局长就答复一下 到底是不是像我接触到民众的陈情 他们有需要 但是在能力的配 配极上 时间上拉得长 因为我们的能力真的训练 培训的不足以 能够满足现在这个 长照大量需求的成长的现象 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有困难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请我们的姚局长 来这个说明一下 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 召集员 谢谢议员的关心 的确 长照明年6月要上路 最重要的重点 有三个 一个就是经费的部分 再来就是人力的部分 再来是我们布点的部分 那目前我们长照相关的经费 如上次有报告过的 就是我们目前中央已经领诺第一年 因为是新的这个计划 他会全部来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知道的相关的经费 我们往年我们在做长照十年的时候 经费差不多是八亿多 那我们明年这个部分 单单我们社会局的部分 就会变成14万 14亿6千多 所以议员看得出来 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大幅的增加 但是未来 他会不会 会在按照比例上 而且是多少的比例的分 这个目前也是我们一直在跟中央 在极力争取说 这个对地方的压力的确会很大 而且我们每一年老人的人数增加的速度 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实际都有在关注 那中央也有听到这样子的声音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各种裁员 在中央裁员的部分 议员你大概也有看到报纸 有很多不管是淹税 或是遗产税等等 有一些不同的增加的一些裁员的部分 所以这个持续我们都有在关心 那另外就是针对人力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现有的 照顾服务人力 现在线上的我们其实符合照顾人力资格的 有license的大概有12400多人 那实际在线上服务的大概有3448人 但是按照我们的预估 明年的长照新的法上路之后 其实我们服务对象会扩增 所以我们的照顾的人力 也要快速的一个增加 那我们原本的需求人力是 对不起翻过来 我们原本的需求人力是 四万多近五万人 那我们新的一个规定之后 会到八万两千多人 所以我们的照顾人力 就会需要新增 1885人的一个照顾人力 那按照我们往年训练的这个 上线的经验 我们可能需要训练到至少3770人 至少才有可能比较保险 他会上线来在职场上服务 但是要能够拿到license 符合资格的人 他还愿意留在职场上 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议题 可能工资 工作环境 工作内容 还有一些工时等等的一些调整 也都是我们同时要处理的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还蛮复杂的一个准备 但是我们现在都非常 不管是中央的一些规范 补助的一些细项 跟我们一些相关的执法 哪些专业的团队 可以一起加入来推动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积极在作业当中 是 所以姚局长 本系在担心的就是 在人力的招募这个部分 会担心在这个量扩大之后 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到需求的这些 需要照顾的人 然后又可能会被批判 这样的现象 可能我要提前的告诉我们姚局长 在这里 如果说真的 你们在人力上非常的真的有困难 待会我就会请教 要求劳工局在这个部分怎么样 统立的合作 在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再请你告诉我 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长照站呢 中心呢 就是政府的政策是希望 一区一个嘛 那现在如果扩到原住民这个部分 剩下三十五区的话 那三十五区你现在在各区的话 像这样设站 可能在政府的资源上 你们的这些 人事资源这个些 还是你们要有打算 又再用委外的方式 去做一区一站的这样的现象 那现在一区一站 你们有面临到什么困难吗 来 局长 我们现在按照日照中心布点 刚才前面议员 我们也有同样的关心 就是说我们除了经费之外 我们还要找到符合相关建筑法规 公安 消防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而且它又要符合 无障碍使用的一个空间环境 甚至说一定要在一楼 如果二楼以上要有电梯 所以我们要找到合适的点 而且尽可能要平均 在长辈就近的一个区域里面 所以首先地点我们要找到 所以我们的确现在 我们还有好多的区域还没有建置 局长这样听起来是非常不容易 最起码你们的行政机关闲置空间 是没有办法去扮演这个角色 有很多闲置的空间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 基本的条件 对 那你们会有没有想到说 跟民间的疗养机构 或者医院所去合作做这一块 其实现在ABC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 就是其实社区ABC中央的这个部分 就是希望鼓励设政跟卫政的场地 大家可以互相支援 是 那局长请你告诉我 古三延程期间你们打算怎么设 古三 来我这边有资料 让我拿一下 马上 马上翻一下 古三 我们现在 延程现在是日拖 但是我们古三是有一个日照中心 目前是 古三社会局已经辅导了两间日拖中心 但是日照的这个部分是卫生局在辅导当中 我们目前是有护理之家 有送案出去申请照护司的一个补助 那已经通过照护司的复审 那预计明年度就会开办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有符合议员您想要的那个方向 期经呢 期经目前是日拖 算日拖 那日照也是卫生局现在 也有在寻找合适的单位 期经的日拖你们设在哪里 在期经三路的期经老人活动中心 是由基督教家庭服务协会来提供 就是那一家 对 我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场域好像不够宽敞 不够宽敞 好 我了解 那其他的不足的我私下再跟姚局长沟通 好你请坐 好谢谢 接下来人 刚刚本席提到的这个长照的人力不足的部分 本席在这里就要请老公局长 在这样的一个中央地方合作的这个政策里面 人力不足 是事实 而且这样的长照的这样的人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他是要执照的 而且他的对象的环境也是非常特殊 必须要有爱心 有耐心的人才有办法跟政府一起合作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这个部分 劳工局你打算怎么样来支援这样的政策 人力这个部分 你打算怎么协助卫生局协助社会局 来达到招募 让这个人力够 让我们的社会局在这里训练的时候 有这样充足的人力可以训练 提供到我们高雄市的这个需要长照的家庭里面 为高雄市民这些需要的服务 来 你答复 来请政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的关心 那目前这个照顾服务员是劳动部 劳力发展署 他们委托社会局跟卫生局轮流来办理培训的 那每年大概开20到25班 训练的人数有750个到800个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统计 目前解训之后 大概有六成的人 他会投入这个照顾的产业 那我们这边 节训之后的名册也都会送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会帮忙媒合推介 那我们也运用一些奖励措施 譬如有 我的意思是你要主动 主动积极 就是让高雄市所有的市民都知道 劳工局积极在招募这样的人 培育 这个招募这样的人 让社会局来培育来照顾高雄市需要照顾的人 所以我们有一些缺工奖励跟雇佣的奖励措施 那其实目前这个行业比较 为什么比较难到招募到照顾员 是因为它的劳动条件本身环境比较不好 它的工时长 薪资待遇低 那后续我们再来努力 是不是在这个劳动条件的部分 我们鼓励厂商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因为他们本身 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吃力了 那工时长跟薪资低 往往是没有投入这个工作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待遇要好一点 人家才要做啊 所以这个后续我们再来跟厂商那边 来做一个了解帮忙这样 好 谢谢议员 好 再两分钟 好 谢谢主席 那我主要对今天这个诉求 我做一个ending 就是说 劳工局刚刚局长也说得很清楚 大概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待遇不是很好 这个即便取得了这个长照的这个执照 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 那么既然很辛苦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是只是一个厂商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既然有心 要在长照这一块处理的这个政策 非常的成功 那么包含了这个部分 这个薪资的部分 我在想厂商大概就这样子 我今天我拿多少我给多少 你今天他拿的少就给的少 那么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政府 应该在这一块在培训成功 真的有留在这一块的这个人力 参与长照这一块的人力的这个团队的成员里面 直接的落实在长照这个照护 这个需要被照护的这个人力的身上 而不是给厂商 这样那个社会局跟劳工局你们知道吧 我们希望市政府是在这一块有订定一个办法 鼓励愿意市民参与这项工作 那你必须在他拿到执照之后 再给他一个鼓励的措施奖励 而不是在源头鼓励厂商 这样永远不会得到一个 我们想要的这个大量的人力的参与 在这边大概 我们也会再办一个公厅会 久中这样也希望中央会重视在这一块 否则我们的任务会有一点点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完成 我今天的设政部门咨询到这里 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李乔卢议员的支持 接下来咨询的是林英龙议员 时间20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还有我们辛苦的市府团队 那盈隆议员呢 今天在谈这个设政的这个相关议题 高雄市议会啊 各个小组里头啊 现在这个准备要调整 那社会局未来会是设政部门的主力 那被称为未来最弱势的一个小组 就是设政 那但是我觉得社会局扮演的角色 不仅是关怀弱势照顾弱势 我觉得有很多未来我们要关心的议题 我今天要谈的一个是单身的议题 包括我个人我都单身 那我们看去年年底 内政部的统计 去年年底内政部的统计里头 有配偶的才占全国人口的五成 其他都是未婚或者是离婚或者是上偶 所以我们会发现 现在单身人口真的很多 那单身呢 现在有很多的分类 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了 还有一个第三类 让大家看到 单身的分类有 追求单身的 还有被迫单身的 那另外第三类叫类单身 追求单身的 当然是顶客族 雅皮 或者是追求自由 不想结婚的 这个叫追求单身 那被迫单身呢 有可能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内政部统计的里头 有上偶的 离婚的 或者是分居状态的 可能他也许有婚姻 可是他是分居状态 那这个就被迫单身 那什么是类单身 类单身网路上 写的很有趣 其中一段他说 有人虽然是有伴侣 可是他假装他没有伴侣 因为他这样子 可以结交到更多的 其他的异性朋友 那当然类单身的 定义很多 就是说他可能 本身是有婚姻的 或是没有婚姻 可是他是有伴侣的 但是他在外面看起来 像是没有伴侣 或没有婚姻的状态 那当然也有些是 可能他自己希望追求单身 但是他目前还是在 有伴侣的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既然有五成的人 都是属于单身的心态 那么这个社会问题会产生 社会福利对他们而言也很重要 所以我看了社会局的业务报告 我真的发现说我们对小朋友 幼儿的福利 妇女的福利 老人的福利 弱势的福利 身心障碍者的福利 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 而且我们每一次的 相关的一些规定配套都有 但是唯独在单身这一块 其实我们是没有的 那当然单身不一定是弱势 那但是单身呢 他其实也需要一些社会福利 这个社会福利呢 其实就是你的单身 社会政策是什么 那所以有人提倡单身公寓 或者是所谓的 单身族群的一些相关的照顾 那我们最常处理的 可能在社会局目前已经有的 是属于独居老人 那独居老人 你也可以把它定义在单身的一个 类别其中一项目 那独居老人为什么会产生 因为来自于他的家庭 也许他本来就是没有结婚的人 或者是已经上了或离婚的人 他跟家庭已经是梳理的 所以他到老的时候呢 只剩下他孤单的一个人 那另外呢有一种流浪汉 流浪汉也很可能他是单身的 而且单身的比例是特高 因为他没有结婚 或者是他是跟家庭的关系不好 或者甚至于他的家庭本身 也没办法支持他在社会上生存 所以最后他成为社会边缘人 流落到街头变成流浪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单身呢 有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 追求自由 然后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在社会上很有成就的单身族群 但是也会有在社会街头流浪 或者是在社会的角落 被忽略的孤独的这样的一个族群 他们也是单身 所以我说单身的比例 如果在社会结构里头是占了五成 那我们怎么能够不重视 单身的社会福利政策呢 我们怎么能够不为单身来制定 相关的一些配套社会政策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希望社会局能够在这个部分来作严理 当然我想也不单是社会局 因为这个未来会有各个局处 可以相关配合 那高雄市也许可以率先去做出这样 拟定一个比较先进的单身社会福利政策 那包括我们的市长城局也是单身 包括我们市府很多官员 以及我们市议会很多的议员其实都是单身 我可以问一下我们现在在座的官员 你是单身的可以举手吗 好 我可以数看看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我们八位 包括我们姚局长也是单身 所以单身的比例真的很高 那所以我们在社会上是有社会力的 因此我们认为说单身的社会力 其实你如果好好的去发展 它会是社会里头很重要的中间力量 那不要让单身这样的一个族群呢 可能只是在追求一个新鲜的名词 或者是在一些网路上揶揄的时候 所出现的名词或者是认为它是一个顶客族 或者是雅皮族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认为单身其实它是要变成一个社会很重要的议题 也是社会很重要里头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中间力量 所以我们在社会单身政策上 应该要更加琢磨 那这个当然有很多的学者跟专家在单身的议题上 其实写过很多的研究 那有相关的paper跟报告 不过我觉得我们未来 必须要针对这样的一个单身议题 去拟定我们一个整个配套的 相关的福利政策 我觉得给予单身者 一个很好的未来的规划方向 让他们也是劳有所忠 让他们在社会上能够有所受到支持跟照顾 尤其是我刚刚提到的 有些单身的类别的人里头 他们其实很容易在社会上会变成是边缘人 这样的类别的 我们该怎么去做相关的辅导 如果你的单身社会福利政策做得很好 其实边缘人会减少 独居老人也会减少 那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社会局姚局长 能够先就我的问题来做简单的回应 姚局长答复 谢谢赵检人 谢谢议员 有关单身的这个部分 我想单身者算不算弱势对象 我想这个可能还蛮见仁见智的 相信如果他列入社会福利的项目里面 可能会有比较多争论 但是的确我们还是会关心 因为单身者他可能有他特殊的一些需求 例如说他有照顾方面 其实单身我刚刚就有讲了 他不完全是弱势 但是他还是有需要协助的部分 因为他比较欠缺家庭支持的系统 所以他家庭支持系统的部分 除了您刚刚讲的 我想住宿的这个部分 他的成本就会比别人高 或者是说他如果上有老父老母 或者说他虽然单身 但是他可能自己是有孩子的 这样的部分的照顾支持系统 就会比有夫妻的这样子的状态 会比较辛苦 所以他在长辈的照顾 或是他自己老了的时候的一个照顾的系统 跟他如果有小孩 需要有人帮忙照顾他 他可能就会需要额外的一些相关的协助 所以我们如果会做的话 可能就比较是针对他的特定需求 例如说他有需要有一些照顾资源 社区型的或是不同的需求 我想我们会针对他的需求 而不是因为他本身是单身 而有特殊的这个方案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也可以让我们相关的福利资源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单身而去做的方案 其实他是私用所有的人 那这就不是单身社会政策了 单身社会政策是针对单身人的特别需要 比方说他今天是一个居住在社区里单身的人 也许他没有家庭的成员 或者是他没有其他的朋友可以去支援他 所以他也有可能比较容易是成为自杀的对象 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提到 局长提到一个社会支持很重要 所以我们社会政策里头对于单身的部分 给予社会支持是有哪些部分要做 我觉得我们可以拟定一套方案 那这个方案包括他在社区里的居住生活照顾 或者是朋友的陪伴那他没有朋友的陪伴的时候 他在这个部分我们在社会相关的一个陪伴上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看我们现在对于老人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要做到预防老人失智 所以要让老人乐活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区块 只是老人的部分他是不分单身或者是有家庭 对那我今天的议题我切入的主要是我认为单身的部分 其实他们也会面临很多社会的状态 那这样的社会状态呢 其实他不见得是属于弱势 可是他是需要社会的支持 那这个社会支持有时候透过我们政府的力量 去做相关的配套 我的意思是这样 来 局长 了解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可能回去要再多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过往针对单身者 有什么特殊的方案 讯息比较少 我想可能回去再多做一些研究 收集资料 这个我们再来研究了 好 局长你请坐 谢谢 另外呢我想劳检政策 我一直觉得劳工局在很多的罚款上面 常常被企业主抱怨 其实也很多的企业主觉得说 他有时候被罚得很冤枉 那之前我其实我处理过几个个案 那这些个案呢 其实有时候劳工局跟我讲 也说在法令上的规定 我也是尽量去劝说企业主 去接受这样的法令规定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接受法律的时候 也必须给予 对法律上能够有一个宣导 或是让它有一个缓冲 或是改善 那其实在我们的法令里头 常常会有改善期 可是我们的劳检 现在呢只要一查到 是立刻开罚 完全没有这个改善期的问题 那但是呢要开罚其实我觉得也要看情形 如果他今天是一个直接的违规 比方说他该发加班费没有发 那当然直接违规 这个开罚 但是我这个个案 我今天要讲 他是个幼儿园 那幼儿园你知道 有的家长他会比较晚来接小孩 那比较晚来接小孩呢 老师就要陪啊 就要陪小孩等到家长来接 所以时间上当然就会拖到他下班 应该下班的时间 因此幼儿园是有给加班费的 只是说给这个老师加班费呢 后来在你们劳检的时候 跟你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跟劳工局的算法不一样 那这个没有给他改善期 直接开罚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过了 如果是这样的严苛 其实企业主会觉得 劳工局不尽人情 对企业主而言 如果说今天 他是完全的没有发加班费 我认为你开罚他 立刻的开罚是有道理的 可是他今天是有发加班费的 只是可能他在算法跟认知上是不一样的 那我认为你应该给企业主 一个改善的机会 而且事后他们也已经把这些加班费 算法不一样的部分重新补足给老师了 那所以我说其实劳检的部分到底你们开罚的基准 标准是什么 今天只是为了开罚而罚吗 还是只为了要税收而罚 那我觉得这样的劳检 有时候对企业主来讲 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为什么企业主总是抱怨 高雄市劳工局在这个部分 常常对他们太过严苛 因此我想请局长答复一下 针对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说真的幼儿园他们也不希望家长来晚接小孩 可是那是不得已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性质 你说要准时下班 除非你是在工厂打卡的 否则如何准时下班 有时候工作真的是有它的时间弹性 所以你知道最近吵得很凶的一例一休 如果你要很着眼在打卡 每一分钟都要算 那企业主也可以跟你讲说 好啊那什么都算得很清楚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劳资双方的关系是要和谐 那这个和谐里头 并不是斤斤计较一分一秒 所以有时候劳工局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 如果你是一直站在开罚企业主 对于企业主斤斤计较的方式 其实企业主到后来会觉得 在高雄市不好生存 那就搬家吧 到别的县市或者是到国外去了 如果说你连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 它是有给加班费的 可是你们完全不给它改善的机会 直接开罚 我觉得真的不尽人情 那我回头再来讲 一粒一休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以我们实际的公司行号来讲 一粒一休的落实 对他们劳工 对劳工来讲确实是好的 但是在吵的劳团 抓的重点根本就不是这个啊 如果我们今天不推一粒一休 你知道原本的版本劳工具很清楚啊 两周是84小时啊 那现在一粒一休之后是 每一周只有40小时 这样子两个礼拜少多少 少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每个礼拜是少掉两个小时 那每个礼拜少掉两个小时 一年下来是少了多少天 少了13天 所以中央的政策在一粒一休里面 其实是给劳工从过去84小时两周 变成每周40小时之后 等于会多13天啊 那国定假日原本劳工是19天 那因为现在要跟公务员放假时间 放假日统一 所以一样放11天国定假日 再加一个劳动节12天 虽然少掉了7天 可是原来的每周 少了两小时是多13天啊 那这多13天扣掉7天 劳工其实在一粒一休的政策里头 是比现有的制度还多6天的假 为什么劳团没有人这样讲 然后又来吵后阶段的特休 后阶段的特休 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还可以再讨论 但是后阶段的特休是比照说 要跟公务员一样 如果你工作满一年要放多少天 工作满两年要放多少天 我觉得这是第二阶段的事情 但是有的人老是会把这样的时间 把后阶段的事情 拿到前阶段来吵在一起 其实一粒一休 对劳工是对的 是劳工是好的 但是大家都是非不分 全部炒成一团 那我会觉得劳工举期在这个部分 其实你们在跑各个工会的时候 你们其实也应该要跟工会们沟通 把这些一粒一休的相关的算法 要讲清楚说明白 同时对企业组的部分 我觉得该开法就法 不该开法还是应该给予改善起 合理性的部分 那我会觉得 劳工局扮演的角色 当然也很难拿捏 有时候你到底 劳工局其实是应该要比较偏劳工的 因为叫劳工局就是要照顾劳工 所以你是不能偏企业组的 这个没有错 但是你今天要开法企业组 你要做劳解 那必须对企业组有一个合理 而且是正确方向的交代 否则企业组会觉得说 他动不动就被罚 完全没有空间的时候 其实他的埋怨出来的时候 他会对这个在这里继续 生存下去的意愿会降低 那这个企业可能会走掉 所以局长针对我这个部分 做一个答复 来请说明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对劳基法的关心 确实现在的劳基法是没有改善期的 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 比较微型的事业单位 这个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有一些困扰在 我们也不断地向中央反应 希望在中央的法令的部分 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持续来反应 那其实我们都会不断地加强辅导 跟法令的宣导 刚刚议员所提到的幼儿园的部分 我们也有在幼儿园的园长汇报 我们有去做法令的宣导 那甚至于是我们要做专案检查之前 这个月我们就先做法令的宣导会 通知下个月要专案检查的业别的事业单位 请他们来做专案前的宣导会的参加 我们也都会发函给相关事业单位 所以我们还是 目前的状况 我们还是就是加强宣导的部分 只是也许宣导的管道 我们可以更多元一点 不管是不是透过一些数位科技 或是透过任何的一个电子媒体的广告等等 我们来做加强 那刚刚议员所提到 一例一修 劳基法最新的修订法令的部分 我们也在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工会的劳教 我们的同仁也都有去上课 跟他们说明 这之间的法令的好处跟坏处 那其实我们都有 我们也会持续再来加强宣导 因为新的法令一旦通过 要实行之前 一定会有一段磨合期 可能事业单位对于法令规定不熟悉的地方 我们都会辅导 站在辅导的立场 那以上简单跟议员说明 好 再两分钟 谢谢主席 其实局长你刚提的说 事前有做一些相关的宣导说明 这个我上一次有一个个案 其实我问过科长 罗科长 那是另外一个个案 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幼儿园的部分 你们事前有做宣导吗 你们有通知各个业主吗 那如果有 为什么业主在这个部分 还是会算法不一样 那这个真的就是 一个就是他自己故意吗 那一个就是说他真的不知道 那所以你的法令宣导到底真的有没有落实 这个我觉得真的还有必要再检核一遍 第二个就是说 我知道劳动检查 检查到有问题呢 其实并不是法令上说要立刻开罚就开罚 而是说其实劳动检查还是有一些他的弹性在 只是看你们劳动检查者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而已 那如果是小事情 其实你可以给他一点改善的空间 那如果真的他很严重 你就是立刻开罚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 所以我说劳动检查不是那么硬邦邦 说我抓到你一点点小瑕疵 你桌上有灰尘 我告诉你立刻开罚 那你知道企业主的心理会怎么想 他会觉得说灰尘当然不是那么重要 我会立刻擦掉 可是你说灰尘我来检查 不合格就是要罚 那我觉得这个对企业主而言 他的心情感受就是不同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你的法令有没有落实宣导 我认为你需要再检核一遍 第二个我认为劳动检查 其实在很多小细节上 你们是应该有点弹性 不是动不动就拿法规出来了 好不好 谢谢议员的关系 我们再来研议 那个法令的宣导 甚至于跟教育局来做配合 让更多的从事教育业者 我想不想不止幼儿园 可能一些安清班等等的 我们也都来努力来做 好 谢谢局长 谢谢主席谢谢 谢谢林一龙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 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议员 时间20分钟 谢谢主席 委会的各局的局长 以及主委 我认为我们原乡的建设 是非常重要的 在合并以前 高雄市政府 对所有各区的行政服务 是一致的 经费的应用上 也非常非常的透明 那么原乡啊 后来又把去长的选举 实施之后 民众对于经费的应用 总是有疑问 会说谎的人 就会说 我们市政府 没有补助 啊 所以呢 有几个议题 我要就叫 我们言明会的主委 让乡亲知道 事实上 我们市政府 各项的补助 包括 统筹款 给原乡的七公首 的经费是蛮多的 那到底运用到 什么经费项目 民众 都是 母沙沙 第一个 我要就叫我们 言明会的主委 在105年度的时候 就今年 补助我们 桃园七公首的 统筹款 是多少经费 来请主委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咱们参加的议员 那我想对于桃园区 成为公法人以后 我们补助地方自治 统筹预算 关于桃园的部分 大概有 105年度编列是 一亿两千 九百二十六万七千元 那我们今年呢 也特别在加列 奖励金 两百零七万 所以今年 编列给公所 执行地方自治的统筹 一亿三千一百三十多万元 好 请坐 谢谢 那么这个统筹款 其中要扣掉人事费 我问过我们市政府的主记处 那么桃园七公所 包括 所有的员工 以及支付 七代表会的代表 里长的事务费 总共是四千多万 那么其他的 经费 也包括 我们市政府 补助的 紧急灾害的补助 包括农业局 水利局 甚至言明会 也包括公务局 来 请言明会的主委答复 这各单位 补助给七公所 是各多少经费 紧急灾害抢修的部分 请主委答复 辛苦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对于原乡的紧急抢修 关于桃园的部分 本会是编列 今年度编列569万 农业局 只有了解是350万 水利局是300万 那我们这三个单位 对于桃园七公所的紧急抢修 有今年度是1,219万多元 好 请坐 也就是说 本年度 包括紧急抢修 给七公所 是有1,200多万 是不是 主委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好 请坐 那么 包括统策团 以及我们市政府各单位 补助桃园七公所的 紧急抢修的经费 包括 我们桃园七公所本身 编列也把一些 回馈金的一些经费 也编入到 抢修经费 我所知道的资讯是 3000多万 应该不值了 那么 加统策款 再加我们市政府的补助 那么 还有我们台南分局 水土保持起 在105年度 补助桃园七公所的 清输工程的经费 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请教我们 各位补助单位 这个清输工程 本年度补助七公所 多少经费 今年台南分局补助台湾七公所 清输的经费是 2085万 2085万 85万 2085万 好 再过来 我们市政府的 金发局 也补助我们桃园七公所 有关本年度的 部落用水的改善计划 请圆明会答复 大概是多少经费 桃园这次补助 金发局补助两个部落 一个是拉布兰里 一个是复兴里 那拉布兰里是101万 复兴里是210万 所以总计是311万 好 请坐 谢谢 那么有没有算过 从刚才统筹馆一直 咨询到现在这个议题 已经补助给桃园七公所的 总经费 现在加起来 已经是多少经费了 慢慢算 要算准 来 请答复 2亿1000万 已经2亿1000万 好 请坐下 那么三菱守护员 我们中央圆明会 补助三菱守护员的 薪水是哪一个单位支付的 是从七公所的统筹款 来支付他们的薪水 还是这个有专案经费补助 请主委答复 我想三菱守护员 这是中央的政策 那全国55个原住民乡 都极力争取 那本市三个原乡都争取到 还有很多县市的乡公所 都争取不到 那我们今年度呢 争取到三菱守护的经费 到354万8千多元 那聘雇的原住民呢 有10人在桃圆区公所 也就是说 这笔三菱守护员的薪资 不是从七公所的统筹款里面 支付的薪水 是不是如此 请主委答复 包委员 他是编列在本会的年度议算里面 不是编列在七公所里面 好 请坐 谢谢 我再问主委 我们中央圆明会 补助给桃圆七公所的 维持设施费 今年是多少经费 请主委答复 那中央补助55个原住民地区的公所 都有编列议算 那这个议算是直接 补助到七公所 没有透过我们 那今年桃圆区公所呢 中央补助1300万 是直接拨到桃圆区公所 1300万 好 请坐 那么也就是说 主委刚才 所有进到桃圆七公所的经费 是2亿多少 2亿加起来2亿多少 我数写不好 没有关系 后面要有数写老师 赶快算 对不起 刚刚算错了 1亿9600万 不是超过2亿了吗 超过2亿也没有 把这个加进去的话 我刚刚 我说我数写不好 刚刚算错了 没有关系 后面有大师 那个数学大师 要算的要精准 也没问题 是1亿9000多万了吗 好 OK 那么我们桃圆七公所的 水源保护的回馈金 是多少经费每一年 请主委答应 协议105年是 水质水量回馈金 是2500万 直接由水利局这边 核定给区公所 不是经过本会 我知道 所以刚才已经加到 1亿9000多万 再加2000多万 是多少经费了 好 请坐 所以 我们七公所的经费 是接近2亿 接近2亿 有没有 我直接跟医院报告 我们拿100 桃圆七公所 105年度的税出预算 总共是2亿1268万3千元 好 请坐 这是七公所的税出预算 好 OK 好 那么七公所啊 就有2亿多了 你扣掉一般的人事费 钱很多啊 但是七长啊 还有秘书 每次都会在部落说 没有经费 那么多的经费 不好好的应用在 部落相亲 没有经费 没有经费 2亿多 那经费跑到哪里去啊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在原乡 相亲 要有改革的决心啊 这个就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人民的纳税钱 假如啊 交给 不正经的人去执行 这个经费的 议算执行 就好被亏了 亏了就会被人说谎 上帝也不会原谅 好 我再问主委 你知道不知道 今年我们桃园七公所的天籁活动 最近刚结束 你所知道的信息 大概是多少经费 圆明会补助多少 冒管住补助多少 桃园七公所本身 编列的天籁活动的机费 加起来总共是多少经费 今天都考你数学啦 你数学很好 主委请答应 桃园七公所天籁活动 包括爱意出销 今年度 他们自筹是三百万 那我们市府有民政局跟本会 各补助十万元 那贸管出补助五万元 那贸管出补助五万元 所以加起来是三百二十五万元 好 请坐 三百二十五万元 但是我们乡亲都不知道 三百二十五万元可以办现运耶 可以办两天的现运 我们天类的活动 我 他们从来不给我邀请卡 因为我看状况 那么也不让我们的乡亲 了解到底多少经费 在办天类活动 三百二十几万 三百二十几万 到底要怎么办 做几个旗帜 宣传的旗帜 我看是从美农 绑到桃园 就算五百只好了 大概旗子一根多少钱 我们单位有没有订过旗子啊 大概一支多少钱 因为我们这个有选举过 我们忘记了 一支多少景旗啊 我忘了 哪一个 来 我问那个社会局局长 有没有印象 大概一个旗子 大概多少钱 旗子啊 我们答复一下吧 讲春没有关系啦 讲春没有关系啦 那个关冬期吧 你们产产办活动啊 单单旗子 不是 你是讲大的还是蛋立的那种 旗子 一般的旗子 关冬期吧 讲春没有关系 大概多少钱 大概三百左右吧 三百块 他有些还会要做职的那种东西 价钱就会不一样 好好好 好 请坐 讲春没有关系 差不多啦 请坐局长 那么做五百个旗子 大概多少钱 也十几万 然后加十个帐篷 这个帐篷呢 雇做生意的 一个帐篷大概五百块 再贵八百 那么更高级的一千 甚至一千五 那多少钱 也没有多少钱 便当 目前合法的便当 大概是七十块 大概七十块 办活动 我可以写五千个人啊 那么合校我可以写五千个人 也等于说 我们全乡包括来宾 吃两天 都是天类的经费 活动经费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不可能嘛 所以我们七公所的活动经费 从来不让乡亲知道 要如何合销 能够假合销 就算你伟大 抓不到你 就算你好运 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站在议员监督整个人民纳税前的立场 我们应该 要提出 对行政革新的必要性 那么我差不多看到你们 也没有办活动 我会看到你们有 伟办厂商在场 对不对 但是七公所呢 我从来没有看过 伟办厂商 所有的布置 是七公所的公务员在布置的 那合销的时候 这个要如何合销 公务员去布置 厂商 委办厂商 要如何合销 我希望我们圆美会呢 有时候 要多了解 原乡活动的经费 合理不合理 因为经费 活动不公开 没人知道 几个鬼 很容易变成结构性的问题 主委 不必要多了解这一点 这一点 我可以教你不答复 那么下一个问题 桃圆的龙桥 进化的进度 现在如何了 请主委答悟 好 谢谢议员关心 那其实我们 这个龙桥 议员持续在最终 那我们 把这个计划 基本设计 已经由中央圆明会 转到 公共工程委员会 因为这个预算是 超过五千万以上的工程 那工程会 上周也有跟我们联系 因为我们秘书长协助协调以后 他们联系 就是说希望我们 再针对桥座的部分 再做一些修正 所以我们在10月31日 又再送一次 我们希望说工程会 针对基设的部分 能够审查之后 赶快由中央圆明会 核定经费 那我们明年 就可以来试做 好 那么请问主委 我们建山里的 建国桥的附建的进度 目前如何 建国桥的部分 因为中央在去年 对于这个桥的工程有疑虑 不过今年 我们持续在修正计划 再送中央审议 那我们在10月27 再把修正的计划给中央 那我们也会 我个人也会去到中央 来跟一将主委 来争取这个经费 好 谢谢主委 我希望我们圆明会 对两座 这个附建的桥梁 能够更激起 好 那么 我们 喇罗阿的协会 包括部落食堂 的 经费 来 主委 大概 两个项目 的经费 大概是多少 喇罗阿协会的 你们补助的经费 大概多少 那部落食堂 在桃园区 大概是多少 经费的补助 因为我们议员 这是我们议员 在审查一算的时候 非常认真 讨论的议题 也就是部落食堂的经费 来请主委答复 来请主委答复 我想我们一个占大概是四到五十万 所以两个占大概是八十多万 八十多万 好 请主 我们议员 对部落食堂的 争取 我们都是很认真的 我们设政委员的议员 那么 我要再问我们的 颜民会 我们非常关心 我们这几个原住民的议员 非常关心 原住民主博物馆 设在高雄的 权益的问题 那请主委呢 慎重考虑 选址的地点 那么比如说 我等议员有提到 这个 有一个营期嘛 赵康 对 赵康 好 来 再三分钟 谢谢 赵康 林杰议员呢 有提到 未无影的影期 是不是这两个点 比较好 那么是不是 提升 我们市政府的 有市长 来主持 重新 选职的 一个议题 这个很重要 请主委答复 好 谢谢议员 上周我想 我们原住民议员 非常关心 我们 中央国家级的博物馆 能够设在高雄 那我们第一次 选在我们 大平亭的地点 那由我们的秘书长 来主持 那确实秘书长 看过以后 对土地的部分 也有疑虑 那我们隔天 就是上周二的 市政会议 我们 我们的 徐副市长 也指示 要我们寻求 更适切的地点 那我们现在 在做规划 那初步 我们会 选在 澄清湖 这部分 我们现在还在做 有关于 争取 设在高雄 相关的资料 的预备 那我们也会 在十二月十号以前 赶快提送到 中央研明会 再一次办理 国家博物馆的 这个 场刊 好 谢谢 好 我现在要 就叫社会起义 几个问题 等一下 一次帮我答复 第一个议题 我最近在乡下 有听到一些老人说 老人年轻 逼着存款部 有五万块 在农会 就不会拨 就不会有 老人年轻的 补助 这是我在乡下 听到的 传闻 等一下 帮我答复 有没有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 藏障 将来 要在 我们原乡的部落 要如何实施 你们的计 请邀请长答复 谢谢 那个召集人跟议员的关心 那个 您刚刚讲的这个是没有的讯息 我们是没有接到有这样子的讯息 可能连研议都没有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让议员可以安心 那针对原乡的这个部分 按照卫福部他发布的相关资讯 其实 原乡的长照服务 不但我们一般统整性的服务 都可以运用之外 其实针对原乡 卫福部都还有更多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资料 更多的一些相关长照的服务 包括了解他们在地原民的一些文化跟生活习惯 所以除了原本的一个相关服务方案之外 他还扩大针对55岁以上失能的平地原住民 还会建置独有的长照服务网 还会全国奖励补助55个原住民族的乡镇 各有一个长照管理中心 还有在部落中要布建 照顾管理中心分站等等 所以长照2.0上路之后 其实议员不用担心 就是原本我们大家一直讨论的 基本架构面有之外 针对部落还会有额外的一个贴心的考量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细部 细部可能会越来越明确 那我们再来等到他们一些执法 或是补助方案更加明确之后 我们也会召开相关的说明会 跟做各种的一些宣导的一个办法 跟议员做说明 好 谢谢医师坦大贝亚夫议员的执行 我们先做时间处理 我们继续大会只剩下10分钟 还有唐议员还有我还没执行吗 等到我执行完毕再行上会 好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唐惠美议员 时间20分钟 我们最辛苦的主席 各个局势的主管 还有我们的两个主委 大家午安 大家辛苦了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 你想要请教我们圆明会的主委 请问我们的国众主委 在这里两年来 你对我们云乡的各项的这些 观光 建设 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地方上的产业 还有我们这个分配的资源 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你这两年来 你给你的圆明会 给你自己打了多少的分数 你讲一下你几分就好 好 请古仲主委答复 我想对我在这两年任内 对原乡的整个 不管是公共建设的 公共建设预算的投注 资源的投注 包括对原住民土地的权利 以及产业的发展 包括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保存 其实我不敢说我有满意的地方 那对于我们圆明会的同仁 我觉得说大家都很辛苦 如果是要评分 我不敢自己给自己评多少分 不过我觉得说 我们一直在进步当中 谢谢也 这两年来 我对你们圆明会 我对你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 可是太多的期待 也太多的失望 给你们交付了这么多 我们所有原住民的事物的时候 你们都尽责了吗 各个局的这些组长 你们都尽责任了吗 就是说 好 像过去 我们原来推 所以我们刚刚开始推的是我们冒林的三黑 这个三黑呢 推的算是失败 失败之后呢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我看不到替代方案在哪里 除了我们中央原住民主委员会 变列了八千万的这个温泉示范区 作为我们冒林式示范区 可是呢 就跟蝸牛的一样脚步 到现在都看不到 从去年的说明会 一直到现在已经年底了 每次跟我们讲说是有 可以泡脚了 连泡脚的地方在哪里 那个地方到现在都是早早重生 是不是到这个八千万 到最后呢 明年十三年的计划 是不是到最后明年又没了 这个金费又被收回去了 这个温泉是从我上任以来 第一 从上一届以来一直到现在 是我最关心的地方 我们茂林跟桃园 南马下是各有不同的需求 我们茂林的是要的是观光 我们茂林明明有这么多的温泉 到处可以去探看 你们不计认真的执行 那对于你们原民会我们 有什么更多的期待 各个地方的需求不一样 明明知道茂林 我们要的是温泉 可是呢 你们的作业方式呢 用公文这样的一个程序 一直到现在呢 用公文的程序 往返的程序 你就花费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 你只要主委一声令下 马上指示交代下去 很多的工作就会执行下去 而不是这样用怠慢的工作 应付的方式呢 然后草草就这样子 一年又过去了 从去年到今年 好 今年我一直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呢 我最关心的就是 希望我们各个部落呢 每一个地方都有活动中心 那我们这个活动中心里面呢 我们要的是增加各个加强 我们家 我们原住民的元素 加强在里面 就算是我们茂林有三个里 每一个里呢 都有各不同的这个 自己的传统文化 可是你当开始施工一直到现在的时候呢 没有按照我们地方上的需求 厂商呢 我们怎么样跟他讲需求的时候 这个不是我们的元素 不是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呢 请你做改善 没有听过我们任何的意见 一意孤行 好 今年明明讲好了 我们几乎是会看十次以上 主委也很清楚 副主委也很清楚 主秘也很清楚 你们各个局势都很清楚 尤其是我们公共建设组的组长 在你的邻居之下 我对你非常非常多的不满意 你站在一个汉人的立场 你应该回馈给我们更多才对啊 可是你在你的邻居之下呢 我们的各项的这些 建设 各项我们地方上的需求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带头去关心过 去邻居过 他们的需求在哪里 有没有 没有 我没有看过你陪我们去做任何的会看 这个是你要值得检讨的地方 我觉得你们的效率 太差 已经年底了 好 本来是讲好说是有167万的这些 要增加设备的这个经费 不但没有167万 还到最后你给我应付10万块以内作为尤其的改善 已经年底了呢 我们从去年就讲了 然后年初了又是年底了 又要这个经费呢 又要拖到明年 明明有200多万的经费你们不去做 应付了事啊 对区公所也是一样 任何的计划书你们也都是这样 区公所有这个原厂特色道路的造景的这个经费 你们为啥不去做任何的沟通呢 让这项经费该是原民会 该是区公所的 从中央补助下来的经费 怎么样去做统筹 你们没有就做这样的横向沟通吗 你站在一个主委的立场 你的各个部门的这些 我们的你们的这些组长 还有去做这些这样的横向的沟通 像农业局 像公务局 像这个民政局 有没有坐下来 谈过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我们所有的问题 做一个集中火力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横向的沟通 让我们很清楚 我们今年到底要做什么 明年要做什么 按部就班的来去去执行 你们做到了吗 没有 这两年来我看不到 你们的执行力到底在哪里 这就是让我非常非常失望的地方 小英都道歉了 在你们的完全执政下 你们应该做得更好才对啊 原住民的需求不多 你们非常的清楚 你们站在一个原住民的立场 你们非常清楚知道 原住民的需求在哪里 可是你并没有看到 你们真正的执行力 真正的该为原住民做了些什么 你们好像我们 在相关所报的公文 好像也可以不理啊 不管完这是公文嘛 那么多的公务人员比赛都在办公室吗 你们所有的公务员 原民会 不但有正式人员 还要养这么多的小冰冰 还有替代艺 大家都是比赛都在办公室吹冷气的吗 原乡的需求 各个各个这么多这么多的需求 你们不去好好去执行 真的是值得检讨 所以我在想这个帽林多功能活动 中学我非常的不满意 还有剩一款明明可以做 你们不做 这就是 这就是 你们 把我们在任内 我们的百姓的需求的时候 请你们认真的听 百姓的问题摆第一嘛 政党放一边嘛 对不对 可为什么要分朗里去做事呢 你们本来是我们原住民的期待嘛 尤其是国众主委 你是大家长 请你把原住民的问题很清楚的交代 今年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区的需求在哪里 而不是这样随便去应付啊 所以让人觉得很失望 尤其是我常常在讲我们的避难屋的部分 这个避难屋的部分呢 大家都很清楚齁 这个避难屋讲了那么多年 从上任做到现在 你知道日本这个避难屋是什么吗 他们是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用到 那我们茂林是每一年 他们必须测村三次到五次 你觉得这样看我们的百姓 这样子在测村的时候 强制执行 让那个走不动的老人家呢 还用抬的抬到二楼 然后今年的台风呢 怎么样呢 那个农会那边 连玻璃都破掉了 连那个地方都已经不安全了 好你们编个200万 能做什么 乡亲能避难吗 我有讲过 我跟市长也讲过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避难当中里面 真的台风说我们大家一起住进去 那是不是真的是避难屋 变了那么一点点的敬畏 然后又又推给说这个 副相推托 副相推 这个是谁要做的 民政局谁要做的 相关所谁要做 抗着任嘛就做嘛 对不对 茂林的需求不多 要观光要避难屋 连这个避难屋你们都做不到 真的乡亲很可怜 希望今年这个200万加进去了以后 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发包 还没有发包 都还在作业中 要作业这么久吗 我刚刚有讲的 不要浪费这个人力 也不要浪费这么多的资源 只要一声令下 主委你只要指示 马上就进行 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执行力 要透过那么多的广告呢 我真的搞不清楚 夜市方便的时候 这么多人力是电脑作业的时候呢 为什么做起事来呢 真的是效率太差了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这个 你们的效率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这个避难屋这么重要的问题 希望能够加强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活动中心167万 我永远放在心上 你们明明是答应的 第二个这个避难屋的问题 明明是非常重要的 乡亲的一个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 你们编了200万 到现在都还没有发包 好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温泉部分 明明有这笔经费 你们推脱到现在 到现在都还没有执行 你说我怎么交代乡亲 并不是我站在这里要指责大家 那真正的是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 好工厂的部分 去年是1500万 明年增加到2110多万 可是呢 你钱有没有发在 真正乡亲的需求上呢 然后刚刚一次答案也有讲 部落的食堂 老人家的真正这么多的需求 他们生病的这些还有需要的这个 摩托车的这个电动代步车 你们有没有认真过去为我们的乡亲 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没有 我说过嘛 你能够买到30块的便当吗 买不到耶 我每次买便当100块 我每次买便当一定要100块 才会觉得说这个便当很好吃 你们居然变个30万 连工厂部分的这些经费 增加明年要增加到2000多万 你们说使用者付费 这个上中央没有办法 去补助 我们为什么不能补助呢 你去陪他们吃饭看看 你于心何忍那种感受是什么 很痛苦呢 我每次陪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那种每天吃的是咸西饭 每天吃的是罐头面 老人家 老人家我们 我们安心 就只能安心 让他们在那边 好像吃的是贫民窟的食物啊 这个工厂这个部分 你钱要发在真正需要上 我们的乡亲的需求 而不是呢 钱任你们使用 搞不好又增加了一些人事费 我上次就提过了 人事费就 明明从600万 到我们一直努力到1200万 到1500万 明年是2100万 可是呢 到底这些东西 会被食指到我们乡亲的身上呢 而不是钱增加了 看不到真正食指照顾我们的原乡 还有一些 我们的这个部落大选 部落大选呢 现在已经跟这个 我们的这个部落大选 跟空大已经结合了 可是在结合当中里面呢 你只要 你只要有这个公众大选 跟去上这个部落大选呢 收了个学份 你就可以拥有这个空中大选的学历 而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呢 有没有提升这个食指的品质 有没有增加我们原住民的传统元素在里面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所有的 你拿到空中大选这个文品之后呢 你真正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数字 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希望我们各个组长 你们请起你们多用心 我知道你们很认真 可是呢 当我们议员有这样的一个 替百姓在做这样的一个 诉求的时候 请你们摆第一 政党放在一边 百姓的需求才是最重要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 我从当任议员到现在 我没有离开过设政 那是因为什么 我砍着我们原乡的一些责任 跟使命的时候 我要替乡亲说话的时候 那个不是我个人的需求 好活动中心是做在我的家里吗 各个农入道路需求的时候 哪样是做在我的田里 一样也没有 我只是在替百姓做需求的时候 请你们认真听听相亲的需求在哪里 而不是听了以后呢 协计在那边 紫上谈兵啊 公共王返啊 弄的 大家都搞不清楚 我们的未来 明年我们的期待又在哪里 是不是又是这样子 拖拖拖到年底了以后 好啦应付了事 好啦 没有去做这样的 来不及啦 明年再说 是不是原明慧又是要 在你主委的邻居之下 是不是又要这样子再应付我们 我们乡亲没有太多的时间在等着你们 大家对你们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啊 我的主人请你们加油啊 我们所有的希望期盼都在你们的身上 回馈嘛 刚刚我那个国中主委也讲了 我们的伊斯坦娜也问了 我们所有的这些 到我们各区的这些统筹款 这些统筹款里面呢 到底到我们茂林区的真正区公所的这些统筹款 从中央到我们的市府这边呢 真正全部包括人社会全部 也一样一并去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让我们的原乡呢 也很清楚 我们公所里面有这样的一笔经费 让我们也做更多的事 那我们中央人民会这边呢 中央人民会 我们的造景 我们的特色道路 可以争取的 如果这是相关所报的计划 帮他们嘛 协助他们嘛 让这个经费很快的就通过 那我们人民会这边可以做的多少事情 在你们的经费原则之下 我们怎么做 就像我们的部落环境经费这个部分 我非常在意 因为这个钱 我所讲过了 这是我们可以谈的 这是我们家里可以谈的 我讲过了 明明是五千万 为什么会缩减到四千五百万 我讲过了 能不能增加到一亿 让我们很清楚的 这个一亿当中里面 我们可以做多少事 不要老师说是用应付的方式呢 敷衍了事 然后到最后就绩效不招 然后到最后就不了了之 这个不是我们的期待 说实在话 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原住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生活并不是很好 可是呢 我们最起码在期待 我们的乡里面 今年做了些什么改善 明年要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的期待能够符合 这个完全的部分 我们期待了那么久 到那个说明会 到现在呢 也是这样子不了了之 所以我在这里 我希望我们主委呢 很清楚的回答 这几项问题 让我们的乡亲真正的知道 我们的云民会 在替我们的乡亲的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大家长 在你的领军之下 让我们的期待都在你的手中 都能够完成各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建设跟任务 让我们不要 左右等右等 左胖右胖 到最后的零 到最后什么也没有 那我刚刚也讲过嘛 这个上黑的这个部分呢 到底除了这些观光之外呢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嘛 因为上黑全部是失败的嘛 上黑是指斑碟 这个是冒管处在做的啊 岩调是马勒自己在做的啊 黑米你们有做了吗 你们有去 有没有认真执行过去培养 去教 把他们最好的这些精力呢 跟你们的这个状怨呢 来去教我们原乡去种黑米 没有 到最后呢 绩效部张这个 被边缘化了 经费编了这么多 也就没有了 没有人讲话 这个经费也就没了 这个期待也就没了 所以我重新炒出来 对茂林你们有什么 怎么样的规划 除了温泉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规划 有让我们有所期待 请主委回答 来 请鼓仲主委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唐议员的指教 那我想 言明会是由我当主委 当然由我领军 跟黄组长 当然是接受我的指令 来做事情 那当然也要依据法令来做事 那议员关心的几个问题 我想做个回应 那如果议员觉得不满意 我可以跟你道歉 说在你的整个建议上 没办法满足 我向你抱歉 那其实原乡的发展 单告一个 研民会确实有困难 所以我们相关的局处 也有相关的经费 溢注在里面 不管是文化的 教育的 整个水利的等等 包括农业的部分都有 那我先针对温泉的部分 我想要议员 容我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今年的温泉的部分 我刚刚在前面的报告有讲过 其实我们主要有四项工作 唯一一项还没完成的就是我们的工程的发包 就是我们的景观跟水保工程 那我们上周已经开标了 但是因为没有厂商投标 所以流标 那其实这个过程卡在哪个地方 我跟议员报告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山区 都属于山坡地的地形 那当然它在相关的法令都有很多限制 所以我们在水保这个部分 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补充跟审查 因为水保的部分 当然要经过我们水利局来通过 那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景观 跟水保的工程 能够尽数再办理发包作业 那我们也了解过 包括温泉这个泡角池的部分 我们了解过大概它的工程是蛮短的 所以我们预计大概如果顺利发包的 我们可以在12月中或是下旬以前 可以先顺利完成 那这个计划是六年的计划 那今年是第二年 所以我想我们去年是完成这个找景的工作 那今年就这四项工作 我刚刚前报告 包括我们的温泉产品的研发 我们都已经在进行了 所以包括温泉开发完成的证明 这个我们也都完成了 那有关活动中心的部分 我跟议员报告 就是活动中心其实主管机关 还是在区工所 那去年议员建议 当然我们是很愿意去帮忙去施作 那其实在三个原乡来讲 其实我们的茂林区的三个活动中心 是蛮具有特色的 那当时在设计的过程 确实就成为议员所提 我们做了很多的沟通沟通 那整个完成之后 还有变成说包括议员还有部分的主人 后期还有对颜色都还有意见 但是我们整个按照我们的规划设计 完工以后我们就已经交给区工所来管理 那对于议员提到167万这个 这个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去看了以后决定的数字还是什么 不过在今年的8月还是9月 区工所确实报了一个计划 就是改善整个活动中心的这个环境的一个计划 大概167万 那但是他已经报过来的时候 我们几乎对于105年的部落安全计划的预算 已经都先核定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明年的部落安全计划 在今年的11月也就是这个月底 要完成审查 那我们会把这个部分 纳入106年度的计划去做审查 以上做一个说明 那另外避难物的部分 我想刚刚议员有提到 从你任内就一直在追这个案子 希望能够在万山盖一个避难屋 那确实当时的区工所就盖了 但是这个土地是森林用地的 森林的用地 那当时公所在施作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申请建造 当然我们研民会 现在委托养工处在执行的时候 必须要先取得避难屋的建造 才会符合整个安全的需求 避难屋的基本当然是安全 那现在就是公所在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 现在还进行这个审查的作业 所以当然会影响整个工程的一个发包跟作业 那对于工彩的部分我想 我吃过部落食堂的饭 我也没有吃过罐头的 我想一眼你是哪一次吃到 我去都 对那我吃过两次 我都没有吃到这样 所以我想我会再去了解 我们像部落食堂已经推行 第二年明年第三年 其实在主人长辈来讲都反应还不错 那对于如果说在材料上 食材上确实有困难 这个我们会再去了解 那对部落大学的部分 我想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全国 我跟不客气说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 我们在上周有七个县市的部落大学也来空大 跟我们一起做讨论 关于整个原住民知识系统如何建构起来 如何在原住民的知识 如何在这个体制内被承认 我想这是我们开全国先例 所以我们就读部落大学 你就可以得到正式教育机构的学分的认证 甚至已经有两位取得大学的学位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在扩张 我们对其他县市想就读部落大学的族人的一个影响 这个我们会去做努力 我想以上做说明 谢谢 再给我两分钟 好 两分钟 我上次也有提过我们国众主委我们也有去勘察过 我们茂林秦仁谷的这个新农桥 要做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桥 你不做会制造更多车祸的这个机会 我是想说这个请主委你继续关心 因为你也陪过我去回看过 这个新农桥的这个桥的部分 我刚才上次有给你讲过嘛 他会车祸 而且呢 马上希望能够呢 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圆明会 这边有在关心 然后赶快跟那个我们公所 就做横向的沟通 让这座桥呢 马上也可以 明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呃 经费来去去做 做这样的这个西农桥的一个改善 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个 呃 主委这边 你能不能也 也一样 一并把 呃 区公所里面的那个 105年的这个 所有的统筹款到区公所的 因为每每次要做每一样事情 这个没有经费的时候 你大家都动不起来 也就没有办法做事 是不是也跟陶渊也有那么多的经费 到我们的园区里面 请主委也把数字告诉本席 谢谢主席 谢谢唐一 我先针对 刚刚提到秦升股旁边那个桥 那部分 那我想那个桥 当时在巴巴风灾之后 是由区公所来兴建的 这部分我们会再跟他们做讨论 另外刚刚议员关心的这个 茂林区 我们针对茂林区公所的预算 105年 他的税出是9300多万 那对于 刚刚我忘了回应议员讲 山黑的部分 其实山黑计划 它是一个中层的一个计划 那他计划已经执行结束 那也不叫失败了 现在子班碟的复益 我们从上周六 我们也跟这个茂果馆 也做一个很好的合作 整个复益都还蛮成功 那马勒的这个所谓的万山岩雕 包括现在在推动的龙文史 也都还有成效 那对于多纳的黑米呢 其实黑米在整个培养上 随着气候变迁 培养上确实有困难 不过他所强调的应该是在 黑米祭茂林多纳族人 黑米文化这个部分去呈现 上周五六 还有我待在茂林 我们看到茂林整个观光产业的发展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人潮 在茂林来消费 所以我想对于我们高雄的后花园 这个部分 我们会透过高雄原味清理型 这个部分 持续跟部落的族人来合作 我们希望真的是把茂林 在未来有温泉以后 整个茂林的观光休闲 成为我们都会区一个观光休闲的地方 那议员关心的这个天空之桥的部分 我们也要谢谢观光局也协助我们 协助我们争取到中央的预算 那可能明年 预计明年会做整个规划 规划跟评估 我想给议员做一个了解 那议员本身关心的土地从这部分 我跟地震局这边也会去做处理 那相关经费我们也跟中央业民会争取到 以上是我们 那地震局从这的部分 从明年开始进行 还是多 可以吗 可以 预算已经进来 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好 再一分钟 所以感谢主委的回答 这些都是我们原乡真的非常关心的部分 希望在明年让我们看得到 在圆明会的主委的领军之下 看得到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不管是温泉 不管是桥 不管是任何的观光产业 不管是任何的这个经费的分配的这个均衡 我希望主委站在一个很公平的立场 不要用大小眼的这个立场 我刚刚讲过了嘛 百姓百第一 政党放一边 原住民的需求让我们认真的去做 这是百姓的需求 希望大家也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原乡 看得到你们的努力 也看得到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 让我们的原乡能够有所改变 而不是富乡内耗了一年 内耗了两年 富乡消耗了两年当中 里面看不到未来 然后呢 经费分配不均 这个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百姓 也请主委 两位议员都在提公所 到底中央统筹分配多少 你们争取跟中央争取多少 还有我们各局处 也提拨了很多的费用在各个区公所 想把那个细部的部分也理清楚 让议员也知道 他们也不太清楚 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 哪一些是属于我们地方做的中央 你们争取的部分 让他们清楚明白 这样他们才知道说 这个地方的建设 有些时候他们也管不到去公所 所以把那些经费 细部的都给上位原乡的议员了 弄一个表好不好 就让他们清楚明白 你们争取哪一些建设 还有哪一些计划 这样对他们来讲 会比较清楚明白 地方所做的一些工作 这是补充 那就麻烦唐一眼剩下我的 谢谢大家 請額鄧議員質詢 20分鐘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設政部門的所有局處首長 我很快要把我要講的 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我會用最短的時間 請谷仲主委看 這個部分是高雄市提議 我們一直在爭取原住民運動會的獎金 這個是全國的 全國運動會第一名30萬 身心障礙的同胞6萬 我們的草案才3萬5 所以還有討論的空間 至少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這個草案的部分 我是覺得我還是有一些意見 好歹我們經費絕技要跟腎臟的一樣 至少你增加一下到6萬 你看看其他縣市 你看台北市第一名18萬 台中是5萬 當然台北市經費很多 我們沒有說一定比照台北市 那你至少說在分配的情況之下 我們比台中還少 這個部分可以考量一下 希望能夠跟市府裡面來爭取 我覺得說這個部分 還沒做到最後的定案 也希望諸位能夠來爭取 在這個部分 待會來也答覆 我再看這個 這個是米馬力球場 來看一下 這個都倒塌了 從外野看 這邊全部都倒塌了 在內野 這外野的所有的 所有的 富覽也都倒塌了 你看看 大概跟諸位報告 這邊有個防腐墊 我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之所以會被颱風吹掉 是因為這個防腐墊 我們把它定死在那邊 它無法脫風 本來是個網狀的 你看是網狀的 那我們的負墊 我們都把它定死在那邊 其實要做活動 颱風來的話 我們可以請人家 把這個負墊撤下來 它就不會有那麼大的阻力 風吹了 就應該不會有那麼嚴峻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負墊 很可惜 這個都還可以使用 我是希望說能夠 盡速把它恢復 你看這兩邊 兩邊的球場 米瑪麗球場 左邊右邊 倒的蠻嚴重的 所以一直到現在 也還沒復工 從風災到現在 那這個是我們的 聚會所 你看上邊的 這個 也都被吹掉了 也都被吹掉了 聚會所的這個屋頂 遠遠看是這樣 其實是很漂亮 那當然 那接下來是 就是 圓民會現在在整修 這個 舊的圓民會 我們算是 圓民會館 主委 我要跟你討論的是說 待會兒 我先讓你看 現在都在整修 就把那些圖騰 全部都 再重新漆一遍 我要告訴你的是 這個 這個石板 你放在牆上 OK啦 但是民眾 在走這個 都 比較危險 有沒有可能 你們的經費 能夠把所有 把它換成磁磚 因為這個 空氣很大 穿高跟鞋的 民眾 都 很危險 會造成一些傷害 那如果說把這個 如果 部落赤腳沒有問題 穿平底鞋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在都會 把這個石板 切成這樣子 我是覺得 有很大的危險性 那有沒有可能說 你們故事館 在整修的過程當中 外圍 能不能 也撥一點經費 把它 變成 用磁磚 我覺得會比較 防滑的 會比較安全 這個是要 請主委 OK 就這幾項 我覺得要討論這幾項 請主委來答覆 請主委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爾登議員 那有關於米瑪麗球場的部分 我想我們在11月7號 有中央也來會看 所以我們異顧的經費是 一百七十多萬 我想核定下來我們就馬上去施作 至於那個防護墊那個部分 我想我們未來會加強整個 在防災的時候 可以做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是要去先做採除了 那我們看到畫面那個防護墊 一直還沒拆掉 主要是因為我們要中央來會看 所以我們就沒有去做這個整理 那對於原住民運動發給的 參加全國原住民運動發給的獎金 這部分確實 我們當時在擬定草案的時候 包括整個訂定核給標準的時候 也考慮到整個財主對於我們整個財政的一些意見 所以我們是比照新北市的辦法去訂定 那我們這個辦法目前還在法制局 那依據11月18號還要再開一次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把議員的意見再一次 把我的意見提出 至少我們如果網上就是跟全國也是全國 當然我們是兩年一次 他們是每年 我們沒有要求到三十萬 那至少說也不能太少 那這樣我們好像一次兩次 當然全國原住民動會兩年一次 那預算的部分都是會考慮到 那今年其實我們對於整個獎金的預算 相較於去年我們其實有增加 所以我們今年是有編列九十萬 那前年是不足的部分 我們還有市長協助我們用這個動號來支給我們的族人 所以那個民眾感覺得不到 所以我要提醒你的說 這個部分能不能再跟市府你們再討論一下 我覺得說這個還有討論的空間 希望能夠來替我們原民同胞來爭取一下 好好不好 這個我會努力 那對聚會所這個薄末被颱風摧毀這部分 我們也已經現堪了 那我們的需求經費是七百六十萬 那這部分只要經費到位 我們馬上就可以做整個修復 那一眼關心的故事館 就是原民會館的地板的部分 我來考量看看 那當時會用石板主要是因為 覺得說比較有我們原民的風味 然後搭配我們整個文化的設計 是規劃這樣 那我們考慮看用地板還是再用石板 那整個縫隙的部分 行走安全的部分我們會顧及到 這個我會在辦理縣刊 我跟同仁在看看是不是 可以用相關的經費來去處理 我不知道你以上的經費 這個球場跟這個聚會所 它是不是可以雲值 一個七百多萬一個一百多萬 那個是災後附件的經費 那兩個都是嗎 對對對 都是災後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聚會所要七百多萬 這個要七百多萬 我們按照幾年前發包 整個薄末的預算單價去計算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球場也是 就是一百多萬 我不要擔心你們會做一半而已 它是兩塊全部都外圍 還有內場也都倒塌 這個我們估算過應該是可以 它是整個外圍整個圍裡 所以那個騎乘大概會多久 大家都在期待沒有球場 這個我在精算以後再跟議員報告 我想這個公期的部分 我希望能夠儘快 也讓大家能夠有休閒運動的地方 我想這個主委你要職務旁貸 還有另外明年度就有全國運動會 所以那個費用的部分就要麻煩你大力一點 我們在這邊真的是希望 你只要比照 我覺得就比照那個身心障礙 你考慮看看好不好 就跟市府這邊討論的時候 我們的意見也納入進去 好 謝謝 那就以上 我詢問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大家也辛苦了 好 謝謝 我這邊人也希望 我們的圓民會的股眾主委 這個我們在都會區 我們的鄉親 真正的需要的是 我們的這些教育孩子的時候 尤其在這個 參加任何的運動會比賽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鼓勵跟關心 讓他們這個獎金的部分 能夠實質關心我們的都會區的鄉親 因為他們常常到我服務處在講 我明明有得到這樣的一個 第一名到第三名以內 可是為什麼到最後有時候 申請的時候都沒有這筆經費 我希望能夠落實到 我們住在都會區的這些子女 參加任何的運動會 有得獎的 能夠給他們給予更多的關心 更照顧 讓他們在這方面 能夠感覺到說是 得獎的是他們的關榮 還有剛剛我們的 兒鄧議員也講的這些 我們在都會區 真正的這些運動場上 還有其他我們原住民 最喜歡射箭的運動這個部分 能夠認真地關心 我們原鄉真正的需求在都會區 他們假日之後呢 何去何從 這才是我們原住民 在都會區裡面 他們真正的需求 希望我們主委呢 能夠關心這幾項 讓我們在都會區的鄉親 不管在運動場上 有更好的這個鼓勵 然後呢 假日的是休閒時間呢 他們能夠有一個很好的 這個射箭的啦 運動的廣場 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很適當的地方 讓他們能夠有疏解的地方 謝謝那個 顧眾主委希望 你能夠好好的來去關心 去配合 謝謝兒鄧議員的諮詢呢 我們上午的這個議程呢 就到此結束呢 下午三點我們繼續開會 兩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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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半 兩點半還是三點 bir